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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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出席 不論你出不出席 我都只是很想把這些訊息傳播出去 所以我們就開講 而且我今天用 Powerpoint 我今天做的三件事情 就是介紹什麼是憂鬱症 什麼是躁鬱症 大家對自殺的一些現象的了解 我自己在看 除了 Powerpoint 裡面的 所有的 Powerpoint 裡面的最後一句話 有我自己的意見之外 其他我都盡量的去按照 科學根據 或者是已經在書本上面 已經寫出來的東西 呈現給大家 那什麼是憂鬱疾患 我們從憂鬱開始介紹起 英文叫 Depressive Disorder 它有另外一個名叫做 Unipolar Disorder 所以等一下你就會知道 為什麼叫 Unipolar 因為還有一種叫 Bipolar 那它一般的盛行率 差不多 這是很多很多不同的研究 會給你不同的盛行率 有些甚至高到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四十 但是你可以用這個 Roughly 男生百分之十 女生百分之二十 它其實是一個保守的估計 但是我想會給大家一個 Idea 它至少在一個 Population 裡面 至少 大概會是這樣的情形 而且它是不限社會階層的 它沒有社會階層的差異 而且通常都是男生是女生的一半 那你們課本上寫的數字 在美國的青少年 這是課本上的數字出來 是十二歲到十七歲的青少年 女生是百分之三十六 男生是百分之十七 這個數字其實應該可能是低估 為什麼 因為青少年很多時候 他的情緒低潮 他的不合作 他的抱怨 他的無望感 我們都覺得 你就青少年嘛 就這副死樣子嘛 就會有這樣的想法 那其實說不定背後 就是他有一些 在 Depression 上面的議題 還有我們為什麼介紹憂鬱 就是因為有百分之三十的憂鬱症的病人 他其實是 Attempt Suicide 的可能性 差不多是這樣的比例 那 Depression 我們又可以把它細分回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跟 Decemic Disorder 那 Decemic 是比較慢性的 長期的輕度憂鬱症 但是他也到達了一定的一個診斷標準 那雖然我們不叫他 MDD 不叫他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但是他也算是輕度憂鬱症 也是在臨床上可以被診斷的 那我們如何界定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那在我給大家看 正式的診斷標準之前 我先提醒大家 這個診斷標準 其實橫跨了身體的動作功能 情緒的部分 思考的部分 動機的部分 都包括在憂鬱症的症狀裡面 而且很多很多時候 憂鬱症的症狀裡面 關於思考的部分 他是有跟現實脫節的情形 意思表示他有幻覺 比如說幻聽 他老是走在夜靈大道上 聽到一個聲音告訴他說 你這麼差你不如去死 是別人聽不見的 這個幻聽症狀是 很多憂鬱症的病人會有的 或是妄想 就是他對世界的連結 跟別人不大一樣 就是他的rational 他的邏輯思考 已經有了一些扭曲 這是在憂鬱症的病人 的思考模式上 其實是常見的 以下我們看正式的診斷標準 你如果去看課本上的 459頁 你可以看得到 以下我會給你 九種症狀 九種症狀裡面 必須在兩個禮拜之內 出現五種 而且這五種裡面 至少有一種 是我等一下呈現的 九項裡面的 第一項跟第二項 第一項是憂鬱的心情 第二項是失去興趣 對外界的任何事物 都失去興趣 就是你至少 這兩項裡面要有一項 然後九種裡面 至少要有五種 在兩個禮拜之內發生 而且不是因為你車禍受傷 或是什麼 腦功能的一些受損 所緊急發現的一些狀況 也不是因為你的生活環境裡面 最近有非常大的 trauma 非常大的傷傷所造成的 而且這九種症狀 像我們心理系常常這樣子 就同學們跑去 修了變態心理學以後 他覺得他什麼病都有 所以我要特別提醒 這九種症狀 要到一個程度 就是其中的五種 要到一個程度 已經對你的社會關係 你的職能 你的生活領域 造成了損傷 你自己覺得已經造成損傷 或是旁邊的人已經覺得造成你的損傷 那他才算真的到了診斷標準 我們來看看這九個 我們一個一個來 第一個是 整天有憂鬱的心情 每天都有 第二個是 對所有的活動失去興趣 然後所有的快樂都減少 然後第三種是 體重明顯的上升下降 或是食慾明顯的上升下降 第四種是睡過頭 或者是失眠 然後第五種是 有一些精神運動性 就是你的Psycho-Moto Moto 動作突然的遲緩 或者是激動 然後每天都很疲憊 失去活力 每天都覺得沒有價值感 或是你覺得 有很強的罪惡感 那或者每天都有這種思考能力 注意力減退 減退 不能夠做決定 等等的症狀 那還有就是 反覆想到死亡 然後重複出現自殺意念 那這九種症狀 如果有五種的話 那麼就可以在臨床上 就是清楚的診斷 好 Decemic Disorder 是症狀比較輕微的一種 但是青少年的盛行率比較高 好 那青少年的憂鬱症呢 很麻煩 為什麼 我們有看到一種現象 叫做masking effect masking 是面具的意思 所以意思就是說 青少年他的憂鬱呢 他會用別的行為 別的方式去呈現出來 好像戴了一個面具一樣 那有的時候我們可以看到 青少年什麼樣的症狀呢 比如說他喜歡穿黑色的衣服 喜歡就是寫詩 或者是寫文章 然後用非常黑色的 主題去表達 或是他所聽的音樂 其實內容都非常的頹廢 非常的頹喪 那你會覺得青少年就是酷啊 所以它是一個masking effect 但是事實上有可能 其實也跟他自己 當時的心情是有關的 那還有就是他的生活規律 不見了 他常常會有睡眠的問題 晚上整個夜不睡覺 在那邊坐在電視前面 看MTV 或是看Internet 然後早上沒有辦法起來上學 然後早上就整天都睡覺 那就覺得這個孩子 生活不正常 就是到了一種 就是難以想像的地步 或者是說 他就是很酷 酷到說他覺得任何外面的 activity 都不重要 他退縮回自己的世界 總是待在自己房間 那你就覺得說 這孩子是不是在創造什麼 有些家長就安慰自己說 我的孩子不知道在創造什麼新的東西 其實可能是跟他的憂鬱有關 或者是說他就不去上課 然後任何事情問他 他都覺得這無聊 這沒意義 這幹什麼 那你有時候就真的覺得這孩子 就是超級超級酷 但是不一定其實是酷的原因 可能是一個masking effect 那adolescent depression 常常會有共病 共病的意思就是說 憂鬱症跟其他的心理疾患一起發生 比如說品性疾患 比如說他的 做各式各樣的違反行為 或者是物質濫用 那在美國比較嚴重 在台灣現在也就是越來越 毒品的可得性越來越強 就越來越有這種可能性 那還有就是我們上次介紹的飲食疾患 其實也跟憂鬱有關 下面一個是我們要稍微來講一下 憂鬱的原因 他的病因 etiology 他的病因何在 那我們講病因的同時 其實從這個病因 就可以帶到我們應該做 什麼樣的治療 所以我們只講病因 不直接講治療 但是其實治療是跟病因息息相關的 那我們從三個部分來講病因 第一個是從生理上來講 第二個是從個人的一些思考模式來講 第三個是從環境的角度來看 我們先看生物上面 生物上面當然有些遺傳上 憂鬱有沒有遺傳呢 有 但是憂鬱的遺傳性 其實比躁鬱症要低非常非常多 它是有遺傳性 但是它並不像躁鬱症的遺傳性 這麼清楚這麼強烈 第二個就是它是有些 physiological approach 比如說我們會看到 不論是憂鬱或躁鬱的人 他的前額液 其實是有萎縮的 如果說是很嚴重的話 還有就是跟他的 neurotransmitter有關 比如說我們以前介紹過 Dopamine 或者是正腎上腺素 或者是血清素 那其實在身體裡面的平衡濃度 其實都會跟這個人目前的 就是憂鬱症狀有關 那很多很多的治療的藥物 它其實就是在提升 比如說血清素 然後讓這個人比較開朗一點 但是它提升的方式 不一定完全一樣 有些是希望他的吸收更好 有些是希望他能夠在 身體裡面持續的時間更久 那就是每一種的藥性 怎麼樣跟這個 neurotransmitter之間的關係呢 其實是不一定的 所以有很多的藥物選擇 那我就是從這邊開始 就要提醒大家 精神病的藥物沒有這麼快 所以你吃藥大概要兩個禮拜以後 才開始見效 雖然通常我們幾天之後去驗血 我們就發現說 這個neurotransmitter的濃度有改變 但是問題是說這個濃度改變 不表示你的身體已經開始 你的心理狀態已經開始 跟隨著作用 它是需要時間性的 第二個 我要講的是 personal level 我們在personal level 裡面 我們會提各式各樣的心理學家 有好多心理學家去提說 憂鬱症的病人 他的認知到底出了什麼事情 他為什麼覺得自己很罪惡 為什麼覺得自己不足 為什麼覺得自己很糟 那有一種說法是席得無助 那所謂席得無助的意思 我們今天沒有時間多談 但是從席得無助的一大串研究 最後回到一個人的歸因方式 那這個歸因方式就是 有些人他在遇到挫折 遇到困難的時候 他容易把一件事情想成 挫折都是因為我自己的錯 不是別人的錯 是我自己的錯 沒有任何的外歸因 而且這個錯是永遠的 是stable 是一直存在的 而且是global 是普遍的 我數學考壞了 表示我這個人就是數學也差 國文也差 物理也差 化學也差 所有的東西都差 所以這個是 internal, stable, global 的 attribution 是在席得無助的人 上面常常看到的 那最近這二十年呢 有個新的概念出來叫做 hopeless 意思就是說我覺得我對未來 是有非常強的無望感 沒有希望 現在網路上你其實也可以找得到 關於無望感的一些測量模式 另外一種也是跟認知有關的 這個人是 Beck 他所提出的 他說認知上面 我們有一個 對於認知上很基本的看法 我們可以去了解的就是 你是不是對於自己 對於這個世界 以及對於未來 都有負面的想法 你覺得你自己 worthless 沒有價值 你覺得這世界是敗壞的 一團糟的 你覺得未來是完全沒有希望的 那這種 認知上面的這種看法 其實也會跟憂鬱有關 那還有一種呢 叫做認知上的扭曲 Cognitive Distortion 而且他是有系統的扭曲 我們來看看這些扭曲的人 是什麼樣子 我下面要介紹六種扭曲 你看看你自己有沒有 或者是說 如果看到別人有的話 那其實是要想辦法做一些 調整的 第一個叫做五段推論 就是你有一件事情不對 你就把它推論到 所有的事情都不對了 比如說我特別舉了一個例子 就是他申請研究所被拒絕 就說自己是個完全沒有價值的人 認為自己永遠上不了研究所 這是一種五段推論 就是沒有 sufficient information 他就做推論了 然後第二種叫做選擇性結論 意思就是說 你一件事情沒有做好 你就整個 large picture 你就覺得你自己是沒有用的人 然後而且就是說什麼事都會做不好 比如說你一科不及格 其實其他還有幾科是很強的啊 比如說一科青少年性學考了五十九分 但是其他科目也許八十幾九十幾啊 那你就說我這個人就是 所有的科目都不行 那這個狀況底下是什麼 就是 without considering the larger picture 然後不能從成功的面向看事情 永遠從失敗的面向看事情 然後一個人覺得 一個 single incident 他就過度類化 就是他跟父母處不好 他就覺得他跟任何人 跟老師跟同學跟戀人 沒有人會處得好 然後或者是誇大誇張 比如說他全校運動會 他今天一直喘氣 他又覺得說 我有嚴重的健康問題 我已經不行了 就是把很多事情 就是做誇大 over estimating 或者是個人化 比如說 你們青少年心理學上課舉手發問啊 我就想到說 那也許我沒有叫你 或是我叫你 我覺得你的回答 你還可以再多一點 說你再多給我一點 然後你突然一下想不出來 然後你回去就想說 你看老師不喜歡我 或者是極端二分法 極端二分法就是把人分成 好的壞的 那我上次才跟大家講 到了 emerging adulthood 我們看事情是 provisional 對不對 是 context dependent 所以任何事情有好 壞 對錯 都不是那麼 永遠二分的 所以到了一個年紀以後 一個人如果還忌熱了乳酬 那個惡其實不是道德上的惡的話 其實很危險 就是他沒有辦法 從別的人的角度看事情 他一定要完美 或者是 就覺得一個人不完美 就覺得他是錯誤的 是討厭的 這其實都很危險 極端化的二分法是不好的 好 那下面我要介紹的就是 所謂的 rumination rumination 叫做反除 那意思是什麼呢 是比如說像那個牛 不是有四個胃嗎 他會把他已經吃掉的東西 拿出來再重新咀嚼 depression 的反除的意思就是說 他一直去想我為什麼 會把過去的事情做錯 然後我為什麼這麼憂鬱 我憂鬱是什麼原因憂鬱呢 那是這個原因還是那個原因呢 那我為什麼一直想我自己憂鬱呢 我到底自己想我憂鬱好不好 他就一直在那個裡面 cycling 一直轉一直轉一直轉 然後轉不出來 或是說你跟男朋友 或是女朋友分手 那女生比較多 所以說你跟男朋友分手 就一直想我跟他為什麼 不會在一起 是什麼原因造成我們兩個分手 那我這樣做是對是錯 然後這樣他是對他是錯 就一直在那裡面 反覆不停地在想 這種反覆不停在想的現象 其實男生是比女生少很多的 男生通常叫做Action Base 他一旦跟戀人吵架的時候 他最常做的一件事 他可能去籃球場 他可能去找朋友看電影 可是女生會花很多很多的時間 或是去參加心靈成長營 要不斷地去反出 找出原因出來 那其實這樣做其實是不利的 你雖然很想找出原因 這個動機是非常好的 但是你不當場放下 然後讓自己的情緒恢復正常 其實是比較容易產生憂鬱的症狀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Environmental Level Environmental Level有很多 比如說 如果有親愛的人過世的話 那的確你會很憂鬱 那段時間真的是 也許很難熬 但是如果說你在一段時間 就會慢慢恢復的話 那我們不會把它放到這種病症裡面來 可是如果說 比如說921 或者很多大的Trauma 發生之後 如果過了6個月之後 這個人還在一種 非常憂鬱的狀態底下的話 那我們就應該真的是 seriously 想想 他是不是應該去看精神科醫師 那再來就是 Stress 那你看到這個圖 其實就很明顯地告訴你 當你的 Stress 累積到某一個程度 這都是 Major Life Event Stressful Life Event 都是很大的事情 當這個 Stressful Event 變得很多的時候 其實到了一個程度之後 你的 Depression 的症狀 就可能會突然出現 這個統計上面 這麼多 Event 之後 出現的比例就會高很多 就突然一下百分比會跳上來 那 For Adolescence 其實女生 因為我們剛剛說 女生的憂鬱症狀 比男生多 其實這很多理念 是從你們的課本上面 結錄下來的 就比如說是 Parenting 的關係 是親職的關係 我們這學期再過幾個禮拜 我們就會特別談到親職 所謂的 Cascade Effect 就是說其實家庭的關係 對一個人是非常重要的 Cascade 是瀑布 小瀑布的意思 Cascade 有點像 所謂的兵敗如山倒 你如果說一個家庭問題出現的話 也許那個家庭問題背後 所引發的各式各樣 你的同儕問題 愛情問題 什麼經濟問題 什麼什麼問題 一個一個一個的出現 那它就像一個 Cascade Effect 一樣 所以這個是一個說法 就是 Stress 的來源 另外一個當然就是 跟現在台大學生 大家在裡面講很有關的 就是說也許你被期待的過高 你沒有自己的自由度去控制你自己的人生 那還有一個就是 Maternal Depression 就是我們剛剛有講 Depression 雖然不是 跟 Bipolar Disease 一樣有那麼強的遺傳 但是它也還是有遺傳 而且它也就是 你如果從小在媽媽是 Depression 的病人的環境裡面長大 那母親當然就有一些行為模式 所以也是對你來說也是一種壓力 那還有就是說 媽媽因為對孩子非常好 所以也許你跟媽媽之間 因為你的一些重大的創傷經驗 或是怎樣 你跟媽媽之間 變成有 Co-rumination 的現象 意思就是說 你的憂鬱餵給他 讓他也很憂鬱 他再把他的憂鬱餵給你 就是兩個人之間 孩子跟母親之間的 Co-rumination 也會讓這個憂鬱的狀況變糟 那還有就是說 你的環境裡面 也有你的同儕跟愛情 到了青少年期 比如說你的愛情關係 出了很大的問題 壓力很大 或是現在很多的孩子 他需要有 Body Image 身材對他很重要 外觀對他很重要 要敷臉也很重要 什麼也很重要 衣服也很重要 什麼體重也很重要 那這些也會造成就是說 他的壓力很大 然後 Peer Social Support 如果他缺少這些 Social Support 時候 那每個人自然都有壓力 如果 Social Support 不能幫他減緩的話 也是有可能會變成 就是讓那個壓力累積 那當然就是還有 Co-rumination 就是你跟你的同儕之間 互相之間 互相為那個反除的現象 互相為你們的那個憂鬱 也會造成一些更大的壓力 那還有就是一些女孩子 他可能是同儕霸凌 關係霸凌 就是你沒有真正的 就是當面的 可是比如說關係的攻擊 比如說像什麼 就是說你八卦 讓你在班上人緣很不好 然後排擠你 那像女孩子 尤其容易受這樣子的狀況 就是被排擠 別人就是到處跟你 跟別人講你的壞話 那事實上也會造成一個女孩子 非常大的壓力 好 那我們剛剛講到了很多病因 以及現象 那我們現在就來講講看 那治療上面 那治療當然就分兩種 一種是 Medication 吃藥 另外一種是心理治療 Psychotherapy 那哪一個比較快呢 當然是 Medication 如果你有憂鬱症狀 你去看醫生 醫生一定幫你開藥 你不要覺得醫生不關心你的心理狀態 他只顧著幫你開藥 因為開藥是讓你吻下來的第一步 你去問所有的職業心理師 他也會建議你先去給醫生開藥 因為把你自己吻下來之後 你才有足夠的能量 去面對這個狀況 你的認知才有辦法慢慢調整 你的社會功能才會繼續出來 你的學業才不會受損 所以第一步一定是先吃藥 所以 Medication 是比較快的 雖然我剛剛跟大家講說 至少要等待兩個禮拜 才確定精神藥物是可以出來的 但是問題是說 趕快吃藥是重要的 可是 再來 第二個 Long lasting severe depression 有些 depression 是很長期的 有些 depression 是很嚴重的 當這個症狀發生的時候 請你務必又吃藥 又做 psychotherapy 因為這些吃藥以及 psychoparotherapy 可以讓你的 severity 可以讓你的嚴重度減低 而且讓你的時間變短 因為比如說我們在講 depression 的時候 如果說這是一個 normal mood 的狀況的話 那也許你的 depression 是下來了就很低 然後維持很久很久很久 那這是很糟的狀況 可是如果說你吃了藥的話 也許你就可以低的少一點 然後恢復的快一點 那這是希望能夠達到的效果 那不論是 medication 或是 psychotherapy 都很有效 那如果說你是比較輕微的 你原來就是比較輕微的 depression 的話 通常只要做 psychotherapy 就好 可是如果你到中度或重度的話 那希望是兩種都同時進行 好 那再來 如果你想要長期來講 能夠慢慢從 depression 能夠恢復的話 其實 要看你的 social functioning 會不會變好 從 long range 來看 psychotherapy 非常重要 那我們去解釋 psychotherapy 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一直在講我們的 frontal lobe 我們說我們的 frontal lobe 尤其是 prefrontal cortex 是用來做計畫 做思考 做 decision making 等等的 所以其實我們也說 這個 prefrontal cortex 它的功能可以去 suppress 腦部的其他位置的功能 比如說你的情緒 在 anecdala 上面的這些起伏 可以透過 prefrontal cortex 去 suppress psychotherapy 其實意思就是 給你的前額頁一個機會 因為你用你的認知能力 你用你跟你的物談中 所獲得的一些啟示 去慢慢調整你的思考模式 它其實就等於是幫助你的前額頁 在開始運作 那這個運作長期來講 它才有機會 去把你整個腦子裡面的 這個生化的平衡 做一些改變 可是在第一步 你必須要用藥物 來做這件事情 可是你要讓你的生化功能 整體的改變 其實是靠 psychotherapy 是長期來講是比較好的 那過去的研究也發現 這個 social functioning 跟長期的 psychotherapy 長期的 social functioning 的改變 其實是跟 psychotherapy 比較有關的 而且復發 relapse 復發這個字 我們也發現 其實是跟心理治療有關 就是如果說 你希望你自己不要復發的話 第一件事就是 當你自己覺得不舒服的時候 就趕快去看醫生 還有就是剛開始的時候 就是從一開始發病之後的 psychotherapy 的進行 以及維持 都可以幫助你 就是維持在一個比較好的狀態底下 免得復發 可是另外還有一件事要提醒大家 為什麼在後面寫 risk of suicidal behavior 憂鬱症有很多的藥物 比如說現在大家常常知道的 有一種藥物叫做百憂解 百憂解不只是憂鬱症的病人吃 有些不是憂鬱症的病人 希望自己很樂觀積極的 他也會去跟醫生要求說 我要開藥 那在國外有這種例子 可是如果說你是一個憂鬱症的病人 你吃了這種 就是跟 調解憂鬱有關的藥物之後 這個人比較變得有力氣了 比較 energetic 之後 其實他的自殺行為的危機 是會增加的 因為如果是一個真正severe 憂鬱的病人 他其實 他真的沒有力氣做任何事情 他連去自殺的 力氣都沒有 他沒有那個動機 沒有那個energy 去執行這件事情 可是當他吃了藥之後 他反而有可能是有這樣的一個力氣的 所以就是說吃了藥之後 如果他過去曾經有過自殺企圖 然後他是一個憂鬱症的病患 當他吃了藥之後 其實家屬是要稍微關心這件事的 那我們介紹完了憂鬱症的一些 病情狀況 以及他的病因 以及我們對治療稍作了解之後 我們下面要看的是躁鬱症 他就是所謂的bipolar bipolar 的意思就是說 你除了有一個depression state 還有一個造體 叫做manic state 那這個accumania 的狀況裡面 就是他的動機會變得很強 他甚至有一些誇大的妄想 覺得自己很了不起 跟全台灣所有的政治人物都認識 然後我可以去做任何的事情 我都會成功 然後他就是會有一些 然後他自己 就是覺得自己可以 聽得到每個人心裡想的話 就是你站在我面前 我都知道你在想什麼 他有這樣的誇大妄想 然後他進不下來 他很忙碌 他晚上不睡覺 他想要掌控 然後他衝動等等 這都是manic state 的人會有的現象 所以我們會說 如果是看這條線的話 那我們會看到他是起來的 就是他的情緒 是比一般正常的情緒要起來的 但是他起來一陣子之後 我們說大概要一個禮拜以後 我們才會說他是一個真正的manic state 可是有的時候是會持續一兩個月 都是這樣 然後接著他可能會下來 平靜一陣子然後下來 然後變成癒的狀態 所以他是一個bipolar 這個世界上沒有一種疾病 叫做unipolar manic disorder 有一種病叫做unipolar disorder 專門講憂鬱症 專門講depressive disorder 但是只要一個人造症發作 就算他先發作 癒症後面一定會跟著來 所以造症不是一個疾病 他只是bipolar裡面的一個stage 造症急性發作之後 癒症終究會出現 那我們已經講過了 他比較多的遺傳的證據 而且他的prevalence rate 差不多是百分之一 所以意思就是 差不多是憂鬱症的十分之一 他的流行率是比較低的 造症發作的時間 通常第一次是在差不多十八到二十二歲 就差不多是大家這個年紀 就是上大學的這個年紀 我等一下會講的更多 通常第一次有可能是manic state 有可能是depressive state 很難講是哪一個先 但是等到後來 後續慢慢的 就是也許你是depressive state 醫生剛剛開始 會把你診斷成憂鬱症 但是隨著時間的進行 他就會知道 你到底是unipolar還是bipolar 那manic episode 你可以一直進行到兩三個月都有可能 而且呢 每一個病人通常在整個醫生當中 他通常不會只發病一次 會超過一次以上的發病 是這樣的 大部分的病人會是這樣的現象 而且就是現在的研究告訴我們說 bipolar 的病人他發病的次數 其實是比depressive disorder 的病人 他發病的次數是要多的 他會有什麼樣的現象 剛剛我已經講了一些造症的現象 就是他在造症的時候 他自尊膨脹 誇大自己的能力 這是診斷標準 睡眠的需求減少 然後不尋常的多話 說話變快 停不下來 想法與主義來得廢快 主觀認為思考 快速廢遲 他主觀認為 就認為自己的思考是快速的 然後分心 注意力不集中 增加目標導向的行為 不休息 過度投入 當時可能覺得非常有意義 但是後來可能造成後果的一些事情 就是非常的魯莽 所以以上的這七種 如果有三種 然後在一個禮拜裡面發生的話 那我們就會說他是屬於 manic state manic state 也有一個比較輕微的叫做 cyclothemic disorder 那他是比較輕度的躁鬱症 可是也已經有bipolar的現象 那通常他如果兒童青少年 維持在這個bipolar的起起伏伏 超過一年 我們就可以 但是狀況比較輕微 我們就可以 就是把它診斷成 cyclothemic disorder 那成人的話需要兩年 那我們也會問說 那躁鬱症是什麼樣的原因引起的呢 很多的雙胞胎研究告訴我們說 如果一個同卵雙雙的小孩子 有發病的話 那另外一個同卵雙雙小孩 會發病的機率差不多 超過80% 所以他的遺傳上面 其實是還滿明顯的 那他的physiological approach 就會看到比如說 先看到一些研究是跟 一個人的 amygdala 是跟他的那個 性人核的功能有關 也會看到跟孽葉一些狀態有關 環境因素 那環境因素當然就是跟 stressful life event 有關 如果說有太多的壓力的話 事實上是容易引發的 那是不是復發呢 則是發現跟家庭關係比較有關 那我在這邊要花一點時間 講這個daily social rhythm 這件事情 就是你的biological clock 跟你的生活的壓力 其實會跟遭遇症有關 那你知不知道在台大遭遇症 因為十八到二十二歲嘛 所以就是台大學生的年齡 那你知道什麼時候遭遇症最容易發作呢 期末考 對不對 因為壓力最大 還有一個時間是什麼 職業 你有三大職業 現在還是不是啊 什麼國企職業 電技職業 男友職業 什麼之類的 是有人這樣跟我講嗎 是嗎 是嗎 那職業的這些人 忙職業的人這些人幹什麼呢 就白天上課 然後晚上去做舞台 排戲什麼什麼 搞到三四點 然後五點鐘去約安豆漿店吃個豆漿 然後回來 然後睡一個鐘頭 然後去上學繼續上課 就這樣搞 搞一兩個月 好 這個是什麼 這就是你的整個的rhythm 不對了 那有些同學 我們就看到一些例子 有些同學在職業以後 突然一下他變得非常的積極 勇敢 魯莽 然後大家就覺得他怎麼性格變了 以前都很開心和善的一個人 為什麼現在就是變得非常急躁 後來就是慢慢有人察覺不對勁之後 才發現說是造正發作 造正發作前面就看到這些 同學們其實是非常積極的投入一個活動 把自己的所有的personal life 都犧牲掉了 所以大學生雖然你年輕體力好 可是不要忘記你的規律生活是重要的 那不論是考試期間 或者是參加活動期間 都要對自己好一點 對自己的健康就是看得重要一點 去維持一個基本的生活常態 那以上就是對憂鬱症跟躁鬱症 稍微做這樣子的一個介紹 那我想做一些結論 就是請感症患者請你務必去吃藥 因為剛開始把自己穩住非常重要 那請提醒你自己一定要超過兩個禮拜 藥效才會開始作用 然後而且呢他的藥物有很多種 所以你以後要 就是說你開始醫生給你一個藥 你要去記錄你吃藥以後的反應 然後你按時回診 那讓自己跟家人的紀錄呢 拿出來跟醫生討論 因為醫生說不定可以幫你調整劑量 幫你調整藥的內容 因為每個人的體質可能不一樣 適合的藥物可能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可以去 就是透過自己的紀錄 而去調整藥量 就是找到一個比較適合你的 一個吃藥的方式 所以藥量與藥的種類 都可以跟醫生商量 可是你不要隨便剪藥 這個藥一定要長期的吃 如果想要剪藥 不要自己偷偷剪 不要有個人不朽 覺得你可以fight for this disease 你就是要好好的跟醫生一起討論 一定知會醫生 跟醫生好好商量 慢慢剪藥 其實過去有一個研究 我這次看那個 變態心理學最新的教科書 才看到一個研究 他說 如果你在憂鬱症之後 已經病狀全部都解除之後 在四個月之內停藥 你的復發率 比四個月之後停藥 要高出非常非常多 所以意思就是說 你不要醫 醫沒有症狀了 就把藥停了 他是用四個月來做 都可以看得到 要再吃四個月 才會讓復發率降低 而且你一旦發過病以後 你就知道自己是一個 有些人就是比較容易得感冒 對不對 有些人抵抗力比較弱 所以你如果真的得病一次的話 你就要記得 你自己是一個抵抗力比較弱的人 如此而已 心情上如果有改變 就早點去看醫生 然後早點記得開始跟醫生討論 你要怎麼樣調整你的作息 或是開始吃藥 這種精神疾病會跟著你一輩子 但是不要緊張 這個一輩子 你只要好好的照顧自己 你還是可以變成一個非常有成就的人 我事實上認識 我私下認識很多 很多人我不要講是誰 他們其實是有憂鬱症或是躁鬱症的 但是因為他們知道自己的狀況 所以他們控制得非常好 也成為非常有成就的人 所以作為你自己 不論你自己是病者 或者是你的家人生病 或是你的朋友 你其實都是一顆種子 可以把幫忙對精神疾病的正確知識 跟因應方法 傳播給你四周的人 而且可以幫忙預防 可以幫忙不要再發 所以介入心理疾病 你不是在治癒 沒有說把這個virus 或這個bacteria 殺死這件事情 沒有殺死這件事情 而是如何防範發病 然後就是譬如說 讓自己的壓力維持在一定的範圍之內 然後生活正常 然後以及發病之後 你怎麼樣重新適應生活 然後給大家很多的社會支持 家庭支持 讓他不要再發病 其實是最重要的 所以就是我們說這個叫做 community psychological health 希望大家都可以用這個社區的角度 去看這件事情 就是每一個人都是一顆種子 我們可以大家一起來防範 那最後就是跟大家講 心理治療很重要 就是要給自己的前而列一個機會 下面我們要來講自殺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 其實在世界各國都曾上升的趨勢 最新的資料 台灣15到24歲的死亡原因的第二名 是自殺 然後在2019年的統計數字 是每十萬個人 就是有6.2 名青少年 是自殺成功的 是死亡 還不包括attempt suicide 還不包括那些只是企圖 只是想像 只是計畫的 那我們來算一算台北市的人口 我今天早上去查是265萬 所以10萬人是6.2 意思就是說 每年台北市約有164 165個青少年 這實在是一個很可怕的數字 那我們把自殺做一點分類 我們會把它分成四個不同的階段 第一個叫做suicidal thought suicidal ideal 那意思就是說 我有自殺的想法 第二個是我開始計畫自殺 意思就是說 我開始去比如說上網去找 現在有很多的網路 專門去找你用什麼方法 怎麼樣不會被人家發現 有很多這種網站 然後再來是自殺的企圖 suicidal attempt 但是他不一定成功 那不成功的原因 有一種可能是說 他其實在反反覆覆的想與不想之間 也許是力量不足 不夠決絕 但是也有可能是一個求助的象徵 那總之他有企圖 那有企圖呢 其實女生的比例比男生高 那可是complete suicide 男生比女生高 那我想當然就是 男生的那個個性上比較決絕 然後以及就是說 男生可能力量 自己的力量比較大 所以他做什麼事情 他可能就是完成性會變得比較強 所以這有四個不同的一個階段 那我們會發現的事情是說 這些有suicidal thought 的人 最後真的去 attempt 的 大概有六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意思就是差不多百分之十六到百分之三十的人 會真的從 thought 變成 attempt 然後還有就是我剛剛已經講了 如果是你有 depression 的話 那其實 depression 的病人裡面 有百分之三十的人是有企圖的 曾經有企圖自殺過 就是一個統計數字 就是告訴我們這樣的結果 那我們當然最重要的問題就是說 如何幫助有自殺傾向的朋友 那我先給大家一些 常常大家可能會有的錯誤的觀念 以下所有的內容都是錯的 所以我不想把它唸一遍 我只是在這邊呈現 那幫助自殺傾向者的有兩個概念 第一個就是說 自殺通常有先兆 所以不要輕忽小小的那些真相 他是有徵兆的 你可能可以去預防的 那還有就是說 意圖自殺的人 他仍然是有求生意志的 你幫助他就有可能挽回他的生命 不一定完全一定能夠 但是有可能 那會有何徵兆呢 我們來看看有何徵兆 那自殺的危險因子 我剛剛已經有講過了 就是說當他的憂鬱症狀改善 尤其是在吃了一陣子的抗憂鬱藥物之後 他比較有力氣的時候 更要小心 還有就是曾經有過自殺企圖的人 他曾經有過這個真相的人 好 那我告訴你的特別寫說 以下這些證後都可能代表 你身邊的人已經有自殺的想法 可能真的會企圖自殺 你需要特別注意 下面一句話很重要 尋求專業協助 不能把他交給別人之後 就突兀的趕快抽身 你要尋求專業 但是不要突兀抽身 那有什麼行為表徵呢 比如說 告訴你他有上網找自殺的資訊 喜歡談論各種自殺的方法 或者是去談論人怎麼樣才會死 然後他就是當笑話跟你講 然後你發現他在收集藥物 在買煤炭 在暗藏胸器 這些就是他有這些動作產生 其實都是一些行為表徵 然後再來就是跟剛剛青少年有關 他有灰色的想法 有寫灰色跟死亡有關的主題的文章 或是詩歌 比如說他在網路上發表 就是不要覺得他只是對文學有興趣 那還有一些呢 可能是已經開始決定的人 已經開始下這個決定的人 常常會做的事 比如說他會口語的暗示 就說 我不再是我爸媽的問題了 我不再是你的問題了 然後我再也不用忍受這樣的苦了 然後還有呢 他帶著光明樂觀的心情 告訴你說 我下輩子一定會活得很好 或者是他的個性改變 那個性改變有兩個方向 他原來非常開朗 可能外面看起來很陽光 但是突然一下變得很陰沉 或是原來沉默寡言的人 突然變得很social 然後很願意跟別人交往 然後變得很活潑 那可能都是他突然一下子 有了一個醒悟 覺得說我要過下一生 那樣的意思 那還有一件事就是 把自己欠別人的東西 你圖書館沒有歸還的書啊 什麼等等的 全部都歸還 然後把自己的房間收得很乾淨 好像在準備自己的身後事 一樣 那這些都是可能的症狀 那你看到了這些症狀以後 你該做些什麼事 你不該做些什麼事 你該做什麼事 你可以用平靜的口氣直接問他 你是不是想要傷害自己 然後你透過這個去評估他自殺的可能性 比如去詢問他目前的心情感受啊 目前他還有沒有其他的supporting system 他的人際關係 親密關係的狀態啊 他是不是有跟重要的人分手啊 他有沒有跟別人談論自殺的議題啊 有沒有開始有一些準備 那上述這些資訊 都可以用來評估 他真的去執行 commit suicide 的可能性有多高 然後狀況有多危急 如果狀況很危急的話 那可能就是需要你無時無刻都要陪伴著他 不要讓他離開你的視線 然後趕快求助 因為你撐不久的 你撐不久的 你總是要去上廁所吧 所以真的是有這樣的考量 所以就是說 你不要讓他離開你的視線 但是你一定要趕快求助 還有什麼你可以做的 做一個好的傾聽者 給予想要自殺的人社會或情緒支持 然後可是不要給沒有實質意義的安撫 等一下我們會講一些例子 而且要說服自殺的朋友 尋求專業協助 你要跟他說可以去看心理師 可以去臨床 可以去精神科等等 但是你就算這個自殺者 他不一定會同意你 他可能拒絕做專業協助 他說我不要去看了多少個心理師 每個都很爛 我每一次都是那個不好的回憶 可是他拉著你 他覺得你很舒服 你在他旁邊很舒服 你務必私下尋找專業協助 以便幫助你自好 做好陪伴者的角色 不然的話你自己會身心浩劫 比如說像 我不知道輔導中心現在 這麼大的loading 的心理師 我都不曉得輔導師 現在有沒有制度 就是台大的幸福中心有沒有制度 讓這些輔導老師固定 有supervisor 來陪他們 每個人都是人 你覺得輔導老師可以幫你 或是不能幫你 但是這些對輔導老師本身 他們也是人 他們也是需要有人陪伴的 所以請你如果你的同伴 會讓你做那個陪伴他的人的話 你也自己需要一個陪伴者 你一定自己也需要去求助 那你不該做什麼 不要拒絕跟他談自殺的事情 他如果想談 你讓他講出來 然後不要用負面或是攻擊的話 去評價他 不要做評價 你讓他講但是不要做評價 比如說你認為 跟他說你不負責任 你自私什麼什麼 然後不要振奮鼓勵 不要跟他說你一定要幸福 然後就是要加油 什麼大家都在關心你 什麼這些話 就是要小心不要一直去 就是抓著他去講這些正向的話 你要做的是去聽他講 而且也不要去淡化他的問題 想開一點就好了 忍一忍就好了 不用淡化他的問題 但是你就是要去傾聽 聆聽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還有就是轉嫁責任 當然要去看醫生 比如說我覺得你有憂鬱症 你去看個醫生就好了 那就是你的講法要怎麼樣去 讓他覺得說 專業協助對他有好處 而不是搪塞他給你的求救訊息 因為他可能已經想到自殺 他已經其實他告訴你 他有這些企圖或這些想法 他只是在跟你求救了 你去把他塞給醫生 那你是的確要讓他去看醫生 但是不能讓他覺得你在把 他跟你的求救訊息塞給另外一個人 你趕快要脫身的意思 而且就算是這些專業的人接手了 你也不要馬上丟下他 不管 你的陪伴還是需要的 你還是重要的 畢竟他願意告訴你 就表示他把你當作一個可信任的人 好 那下面我們談這個主題 助教問我 自殺會不會傳染 會 我比較喜歡傳染這個字 因為台灣的有一些新聞 最近出來叫做模仿 我不覺得自殺叫做模仿 不是所有的人都會去做這件事情 一定有他自己的 原來就有的一些背景 所以才會讓他 因為這件事情去啟動了他 也想要做類似的事情的原因 所以他不是一個單純的模仿 這是第一點 我不喜歡模仿這個詞 第二點 傳染像什麼 傳染像一個bacteria 或是一個virus 當你傳染到不同人身上的時候 每個人有輕重不一的反應 然後每一個人都受影響 很多人都受影響 但是每個人的輕重反應不一 自殺的傳染也是這樣的 你不必要真的去做這件事情 但是你身旁有人這麼做了 他一定對你受影響 尤其是他的家人 他的親朋好友 那種影響並不一定是真的去做了這件事情 去模仿了這件事情 但是他也被傳染到 他的心理健康也是受到一些影響的 所以我情人用傳染這個字 我覺得模仿這個字 沒有 不容易把那個全貌顯現出來 那自殺會傳染 讓我們看一個例子 這是英國威爾斯 只是一個十八萬人的區域 真正的那個小城只有五萬人 那後來大家說不只是這五萬人 是旁邊的人口 是旁邊的人口 所以我故意把旁邊的人口都算進去 也不過就是十八萬人 在這五年之間 有七十九位年輕的孩子自殺 平均每個月我算一算 就是五年嘛 我除以六十 就是一點三二 那因為網路跟新聞媒體 不斷地報導自殺的細節 而且到最後就把它形容成 suicidal cult cult 就是一種 說的難聽是邪教 說的好聽是一種狂熱的崇拜 那大家就會在那個蜂巢之下 知道細節 知道方法 就很多的teenager 就做這件事情 那這件事情 如果我們回到台北市的大安區 我剛剛也是上網去查 大安區的人口是三十萬 所以你想想看這三十萬的意思 就是也許平均每個月就是 兩個人 其實是很多的 那自殺傳染這個現象 從八零九零年代開始 就有人開始去研究 比如說這個是 American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就是流行病學的 美國的雜誌 美國的期刊 那他在一九九零年 就開始研究這樣的一個主題 而且他用分層抽樣 他就有另外一個研究 用分層抽樣 去問這些青少年 他的受試者 你有沒有認識你的親戚或朋友 曾經企圖自殺 那這些青少年 會執行自殺的比例 是其他青少年的三倍 如果曾經有的話 比其他沒有經驗的青少年 自己會去 有suicidal attempt 是三倍 那長期追蹤呢 他第一波第二波中間 就去看第一波 他說他沒有這樣的認識 那第二波他說 就是第一波跟第二波之間 有沒有認識 開始有認識的人 有 那第二波企圖自殺的比例 就是顯著的上升 所以就是從這個 長期追蹤的研究 從持續性來看 那以及從比較 就是從對照組來比較來看 的確是 有這樣子的傳染的傾向 那我們就會問下一個問題 那媒體新聞報導 會幫助自殺傳染嗎 我不知道 我剛開始不知道 我跟你們寫的email 裡面 我告訴你們不知道 所以我就去瘋狂的 查了很多的資料 然後我找到了 美國的國家衛生院 的review paper 然後一篇一篇去查 好 查出來的結果是這樣的 他這是一個日本人的研究 他從五十個不同的 study 去研究 這是日本人的研究 是其中之一 他從五十個研究去發現 那些 non-fictional story 意思就是說 你不是小說的故事 是真實的故事的 這些在 newspaper television 裡面的故事 或者是 internet 裡面 發現說你的 suicidal rate 就是你的報導的故事的頻率越高 那麼你的自殺的率是越高的 而且他說他有一個叫做 dose response relationship dose 是要量 response 反應 dose response 所以我只呈現這一張 slide 可是他其實真的有發現說 那個頻率高 自殺率就高 頻率下降 自殺率就下降 就是他逐年去看 就是頻率跟自殺率是一直成正比 他叫做一個 dose response relationship 就是多與少 是有很清楚的正相關的 那就講到那三篇爆紅的文章 那個爆紅的文章裡面 他有列出心腐中心輔導老師的真實姓名 雖然所有其他的死者的姓名 都已經被蒙起來了 這三篇文章是前幾個禮拜 一個青少年心理學的同學 問我有沒有看過這篇文章 我對這些文章 有沒有什麼看法的時候 談起這件事情 我才知道 然後我去看 那時候學校的事情都還沒有發生 那我就在想說 那我是可以找到一些 就是 報導文學到底對於自殺有沒有關係 那這篇文章呢 他是去看 media coverage 跟 risk factor of suicide 有沒有關係 那他發現這些 non-fictional reporting 就是報導 是報導文學 不是 fictional 不是小說的 那他其實是對於 與 suicidal contagion 比小說要有更強的效果 那三篇報導文章 我覺得那個作者完全是出於好意 想要去凸顯學生的問題 但是那個報導文學裡面 他把心腐中心輔導老師的真實姓名都露出來了 更增加了讀者的信任度 其實的確是 我想是或多或少有一點影響 可是我們不要懷疑 我覺得那個作者 其實完全是出自一片真心 那跨國研究結果 這個跨國研究結果 是針對了六個不同的國家 報紙上面的自殺新聞做內容分析 然後發現那個 有些國家對於自殺接受度比較高 比如說匈牙利 比如日本 那也就發現他們的自殺率比較高 那對於自殺的描述呢 在新聞上面的描述 比如說這三個國家 是屬於比較 要談到他的那個病理後面的原因 跟憂鬱症的關係 然後強調自殺 對自己對家人有負面的後果 然後甚至去描述說 有自殺想法的個案 如果採取什麼什麼樣的因應策略 的確可以不去執行自殺 那後續的自殺率 他從longitudinal去看 自殺率會降低 所以這是過去的研究結果 那後來我就想說 那媒體到底應該報什麼 不應該報什麼呢 所以我就去找 NIH 美國國家衛生院 就看到有對自殺的具體建議 然後就翻到了這個網站 這個網站的名稱就叫做 reportingonsuicide.org 然後recommendations 然後我就去查這個網站 看到了以上該避免的 應該做什麼的 那我就把它翻譯成中文給大家看 就是你描述自殺的方式 或特定地點 是不要這麼做的 描述只是在某地區發生 比如說報告台大校園裡面發生自殺事件 然後不要登出遺書內容 描述有遺書正在鑑定 避免登出當事人的詳細個人資料 報告最粗淺的資料 比如說性別跟學校就ok了 然後避免把自殺說成一件很平常 可接受的處理個人問題的方式 轉而討論 當一個人遇到困難的時候 應該還可以用哪些方法 去處理這個問題 然後避免過度簡化 或是意測自殺的原因 自殺的原因太複雜了 但是討論自殺的症狀 自殺的高危險因子等等 然後避免用聳動的標題 去描述細節 這點其實還蠻重要 免得傷及已經非常哀痛的家屬 所以我說自殺是傳染 你影響的不是那些 真的去做這件事情的人 是很多很多其他的人 那還有避免美化自殺 讓他變成一種傳奇 或是讓他有一種殉道的浪漫 而是提供真實情況 然後不要過度渲染 然後不要把自殺放在頭條 去找尋一個適當的位置 那如果你接到了 如果你接到了台大學務處的 E-mail 的話 也許他會告訴你有 十項高關懷症狀 那哒哒哒哒寫出來 我覺得 他其實這十項高關懷症狀 已經報克了我前面講的 憂鬱症 躁鬱症 跟自殺的一些sign 所以我把它分開來 讓你們比較容易去看 就是有些是情緒上面的 那比如說 你如果去回顧 我前面剛剛講的 憂鬱症 躁鬱症的狀況的話 你就發現 情緒上面的狀況是這些 然後思考方面是這些 已經有一些 跟精神病理有關的一些部分 比如說 有一些思考的扭曲 然後還有就是生活上面 然後學業上面 還有一些就是自殺的想法 以及自殺的徵兆 這是最後一張投影片 我很喜歡普魯斯特 在《醉意四水年華》裡面的一句話 他說一百雙眼睛 就有一百種天地 我們每個人看到的世界都是不一樣的 所以每一個想要自殺的人 都有不同的原因 請你不要假裝了解他 當你在網路上做任何comment的時候 你已經用你自己的想法 你自己的天地 去思考他的狀況 然後不要用你的眼睛去分析他的處境 那你如果要陪伴他 最好的事情就是放空自己 真的去聆聽 他在想什麼 他的困難在哪裡 他做到什麼地步了 那還有呢 如果你就不回他 你不要把責任攬在自己身上 你如果說你真的就不回他 你會非常難過 請你尋求專業協助 不要自己悶在心裡 那最後一句話就是說 我覺得每個人的生命都是誠願而來 那其實 以自殺想解決問題的人 不過就是想在尋找自由 創造自己的自由 跟找到自己的自我控制感 那我覺得每個人都可以在他的生命當中 有機會去繼續找到自己的自由 然後繼續找到自我控制感 所以我們希望這件事情在台大到此結束 那希望同學們 能夠在互相幫助的過程中 不要讓他變成一個傳染性的狀況 一直出現 來看 不然你想要不要不要 這件事情 會不會有很多事情 會不會去處理 結果 有一個有些人 那是有些人 有些人 問那是怎麼會去破壞 感谢观看